双方成员 OK 那我们这边双方成员已经进场完毕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这个职业组成 首先看到红队 红队他们是守护盗贼死灵游侠以及战士 那蓝队则是这个战士死灵元素守护跟工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红队这边的这个Build 首先看到守护 守护这边他用的是这个锤聚能器 然后权杖盾用的是两组单手武器 并且上面的法印使用的是Energy 然后切换武器下三发必爆 然后这个Energy跟切换武器回血 并且搜久了一个符纹以及MAGIC的项链 特性方面是00464 再看到盗贼 盗贼这边他用的是这个剑匕首以及短弓 然后法印方面是Air 然后加7%爆击机率Energy跟Fire 然后身上的这个符纹用的是这个Mesmer 就是幻术的符纹 对所以说他是加这个就是暈眩 这个DAS的持续时间 然后并且用的是Berserker的一个项链 特性方面是23036 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这个盗贼的一个加点 因为他看到他也是点了一些这个强化偷窃方面的 然后再来看到这个死灵 死灵他用的武器是法杖 然后权杖匕首 然后法印用的是Jomancy Energy 两套都一样 然后用的是Nightmare符纹以及Rabbit的项链 特性方面是46004 接下来看到游侠 游侠这边用的是这个 就是斧头匕首以及剑火把 然后并且法印用的是这个 加流血持续时间 还有Hydromancy 以及加这个冰冻持续时间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Hydromancy 然后并且身上的这个符纹是古兰斯的一个符纹 并且用的是Settler的项链 特性方面是20660 欸你知道LadyNaknaka 嗯 他今天用的 他现在用的特性跟我今天自己测试的特性是一样的 嗯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对不起我打断你了 这个 战士他用的是这个长弓大锤 那上面的法印用的是Battle Energy 然后切换武器暴击跟Air 那并且用的是力量符纹以及Social的一个项链 特性方面是00626 接下来看到蓝队 蓝队的战士 他用的是这个长弓大锤 然后并且EnergyBattle 然后Fire以及75G必爆 以及旅行者的一个符纹和Social的项链 特性方面是00626 再来是死灵 死灵 死灵这边用的是拳杖、匕首、法杖 那 法印是Energy、Jomancy 两套都一样 以及Nightmare的符纹和Rapid的一个项链 特性方面是06404 再来看到元素 元素这边用的是双匕首 法印是Energy以及Battle 那 符纹是力量符纹以及全属性的项链 特性方面是00266 再来看到这个守护 守护这边用的是锤巨能器以及法杖 然后用的是切换必爆Energy 然后他都一样用的是Social的符纹以及牧师的项链 特性方面是01661 再来看到工程 工程这边用的是枪盾 以及这个Battle和盾的法印 然后用的是巴萨杂的符纹以及Rabbit的项链 特性方面是60062 OK 这边讲完了 就是今天我知道塞者他用了一个新的build 就是20066的剑笔賊 那我就在想说 因为他把第二排完全牺牲掉 我觉得伤害会太低 所以我就想说可不可以折中 你知道吧 就是现在Lady Nug Nug的这种点法 因为其实剑笔賊主要的 翻滚多的原因是因为 第四排的到第三点这边 就是他每次使用翻滚的话 会恢复一部分的耐力回来 所以他的翻滚是比其他这种加点的盾贼多的 那我就想说 那我就点到这边就好了 那我把剩下的点投资到第二排的话 可能在我人物属性上 至少提升我的这个暴击跟暴伤 没想到今天就看Lady Nug Nug这样点 那这个盾贼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盾贼玩家 所以等一下也可以期待他的表现 对OK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场比赛开场的一个战争布局 首先看到蓝队 蓝队是游战士开架 红队则是游侠开架 那并且上面是有两名成员 好像要来直冲对方的点啊 我们这边看一下哦 哦没有他们是在防守 反而是这个红队哦 红队的这个盾贼已经准备上点了 直接顺上了点上 然后并且释放这个偷鞋偷来的技能 然后并且可以看到他就是利用一些翻滚 是闪掉了这个战士的招式 那现在目前在点上就是一个2v2的状况 但是这个蓝队是多派一个人来 所以说在这边是一个2打3 可能会比较劣势一点 那目前身上是有很高层数的这个困惑 所以说必须要先停手一下 他就是趁机补血脱离来到中场来做支援 但是可以看到中间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说他是跟守护来进行一个换位 让守护过去打团 不过后来他们决定是两个人都回去 都到这个敌人的点这边来 便可以看到工程一次已经倒地了 那这边持续在队里 他的尸体进行DPS 但是被一个大起给救活 那这边还是在持续追击工程哦 这种盗贼的追击能力其实非常好 他用了一个隐身插起 但是被一个守护的盾牌5给推走 并且守护利用这个格挡 是成功的把这个工程师给救起来 那再来看到这个战士的血量 其实也是很低哦 他身上有这个燃烧啊还有中毒 直接倒在了这个点下面 那这边守护场是在中间 他是成功的把中间掉了 那并且中场的这个元素也是倒在了点旁边 然后工程也是再度倒地 所以说目前看起来是这个 就是蓝队减员两名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是点上这个 战士他就面临到一打二的一个局面了 并且这个死灵他的瘟疫是已经开掉了 所以说这边他也是没有办法再点上支撑 那他用了一个顺移虫是顺上的高台 并且就是再度绕下来这个点上来做支援 因为点上其实是一个一打二的状况 那并且守护也是成功的把血量给抬起来了 那这边就是 盗贼他们都是还是在这边持续瞄准对方的工程师 并且这个点的会战看起来是要结束了 所以说也是不练战啊 这边就是准备要来撤离 那并且这个中场的死灵身上有很多症状 那他这边目前队友给他的支援好像不太够 感觉是要倒这边一个恐惧身上有燃烧 并且他的DS还在CD当中直接进入个倒地状态 旁边尝试再救他并且成功的把他救活了 而且他的顺从是CD好了 所以说等一下就可以抓一个机会直接顺上高台 但是他刚刚其实被这个盗贼给盯得很惨哦 就是根本来不及做其他事情 就是又再度倒地 并且持续对着尸体进行DPS 这边还是成功的救活了 然后并且试图交补血 这边成功把血量抬高 然后并且放下一个法杖武群孔敌人 然后并且那个盗贼也是放下来的这个群体隐身 但是这个死灵看起来又是再度倒地了 那并且这边时间是已经接近11分半了 这个中场的Buff要出了 那并且这个蓝队他们刚刚也是这个 两个边点都是掉啦 所以说就是目前分数就是开始慢慢在拉开当中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中间这个Buff的一个状况 这个元素被一个定身定住 然后持续在跟这个战士在迂回 所以说这个地方看起来是要打一阵子了 那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地方 这边死灵也是赶快就支援了 所以说这个战士可能有点危险 那他们中场是已经倒了一个 这个战士兵也被终结掉 所以说目前来讲这个 就是元素它是直接赶往这边 来把这个点开掉啊 它就是这样子就是Buff掉了也没有关系 就是让敌人没有点 他们就会有双倍的分数进展 对那在这个Buff这边是一个三打二 然后并且战士是选择撤退了 是直接回去做帮忙 那这一个战士大锤F1过来是图晕了一下 但是这个守护就是有开稳固技能 所以说是没办法被控场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盗贼 他们在这边是一个二打一的状况啊 所以说应该是很快就可以把这个点给拿下来 目前就两个边点都是蓝队在拉分数的一个状况 要来把他终结掉 然后并且队友这边又是赶快做支援咯 盗贼他在这边交出一个补血 并且远远利用短弓进行输出 然后中了一些症状 这边稍微闪掉一下 就是离开刚刚那个位置 然后这边是准备要去把对面加点给偷偷拆白或者是拆下来 那后面有个死灵在追他 所以说这个死灵他的单挑能力现在是挺不错的在面对盗贼的状况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战 但是这个死灵他的血量还没有回满 所以说现在其实虽然说 就是死灵打盗贼有点优势 但是因为他的血量就是不太够的关系 所以说可能要看对方闪造一个情况 这边就是切到一个DS 结果因为盗贼他真的是 哇这波 这波脸孔要死啊 太脆啦 那个脸孔直接让他掉了超多血啊 盗贼现在打症状还是蛮吃力的 对 虽然说没有死啦 是差一点点 就是 你可以看到两波脸孔直接把他整条 几乎整条血量打干 对有这个中毒燃烧跟这个恐惧的伤害 然后通常这个工程师看起来就跑不掉 好像没有燃烧吧 没有燃烧 就是中毒流血 中毒流血跟恐惧而已 中毒流血跟恐惧而已 我刚刚怎么好像看到一个燃烧 可能看出了 OK那这个水下的争议其实已经出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 游侠跟守护在下面 那上面的争议是已经被蓝队给开掉了 所以说他们是可以稍微拉一点分数回来 那并且在这个点的状况是 Super被两个人给杀掉 那再来这个 盗贼他的补血还在C当中 这边是一个隐身往中藏作的移动 就是这个掌握争议就可以掌握你的胜败 而且水下那个游侠是要少打多了吗 哦没有没有 他那个 呃 元素过去以后守护就走掉了 所以水下应该还会再持续一阵子 那这一波的话就是 蓝队靠这波两个边点加上上buff 拉回了很多分数 所以目前分数只有落后大概61分而已 算是一个 可以逆转 就是 的范围 对 然后这边他们也是 又再度把这个点给打下来 那并且这边司令也是 而且他又很低喔 过来脱离一下战斗 那并且这个水下就还在打 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状况 看起来可能要打很久了 那并且这个游侠他是把一个大铃 是定在那个角落 这样他们在打的时候就是不用趴元素的一个 AOE伤害会迫及到这个大铃 就会让他一直把他回血来 就是让他的徐战力提升 那并且这边时间其实等一下又要到这个水上buff处的时间 那我等一下可以过去看一下这个状况 那并且这边盗贼一只渊源利用短工做输出 那司令倒地了 但是这边要被救起来 对这个守护的被动盾武 他除了可以就是把人弹开之外 他还会吸射投射物的作用 所以说当你们大部分的那个 就是 倒地压制是在于盗贼或者是工程身上的话 就是 那个倒地压制会比较不够一点 然后并且这边他持续追击 把这个死灵又打死了 那并且两个边点现在都是红队的 所以中场就是一直打不下来 没有优势 那并且水下这个元素 元素他们就是还在打 打好久啊 而且我感觉 这个5分半的buff 难度应该会来不及 挡住哦 对他们现在已经有一个 这个红队的战士在开了 哦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 哦死灵赶过来了 复活的事 对那这位死灵是直接开了一个瘟疫 打算直接支撑在这个地方 而且他可以顺便盲目这个战士 让这个队友开buff 但是这个战士也是过来哦 直接到buff的区域 等一下这个战士其实要小心 不要被恐惧下去 或是被工程拉下去了 可是他是重了一大位症状啊 诶 被恐下去了 OK 那这边这个 他们的守护也是补上了这个位置 所以说不至于直接被开掉 然后并且中场也是被红队给拿下来了 对然后加点又被倒着开白 这个红队目前看起来有点危险 不是红队看起来大优啊 什么红队看起来有点危险 对那水下看起来是这个 就是元素比较占上风 但是盗贼他也 抱歉这个游侠 他也不需要正面跟你打 他就是在那边晃啊晃去 噁心你让他的 这个宠物一直断你的这个 断你的开buff就好了 就根本不用正面跟你对打 然后对两个边点都被蓝队给拿下了 但是其实红队只要不要让这个就是buff被敌人拿走 然后并且就是收花一个点其实就可以赢了 对但这张地图真的变数很多 不到最后一刻都很难讲 对然后盗贼是趁机把这个架点给开回来 那并且其他人员目前是在这个水上的点这边打 然后这个红队是已经很接近500分了 看各位把这个人手 诶 就反而是这个死灵掉下去了 所以说他这边必须要绕一下来到中场 但是他绕了一下突然觉得 嗯不对我还是来帮我们家元素把这个游侠打掉比较好 就是说他过来这个二打一当中 那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争议 上面的争议目前看起来还是蛮和平的 就是还没有一个结果出来 对所以说 就是红队的守护我必须要讲他特别一点 就是其实他这只能长包 那个他们自家的死灵包得很好 然后像这一波就是他发现 嗯下面的他们自家的游侠在 嗯一打二他马上就是跳了下来 然后来帮助他 而且 呃 就是红队的守护他还是用一个权杖 这个现在比较少见 对 就是权杖目前来讲就是自保比较有问题 但是如果敌人就是有其他的目标 一直要叮啊 像是说他们有这个盗贼司令 又有战士就是可能是比较少 会转我到一个守护身上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守护都还是会带法杖 然后像这种不带法杖的守护 真的很少见 今天比赛也是 除了那个DPS守护以外 我是说辅助守护几乎每个都是带法杖 今天有两个守护都带两组单手武器 是吗 对 还有另外一个 我忘记是谁了 但是其实这种双单手武器 其实在很久以前 比较早以前在OF还蛮流行的 嗯 因为自保很强 欸我这边忘记开竞猜啦 其实就组合上来讲我觉得 呃 红队的盗贼算是会比较辛苦 因为蓝队那边他们什么 什么元素他可能一打一也 逃不到太多的便宜 然后死灵啊工程啊 这种都是对盗贼 所以现在到底来讲很麻烦的一个职业 对 那这边就是 有人在问怎么没有幻术啊 就是幻术其实在刚刚那个 五十五滴血的武僧里面就有 并且等一下这个 塞勒他们那一队也有 所以说下一轮的比赛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幻术 那刚刚是有这个红队取得1比0的领先 那卡葵局久违了这个实力依旧啊 直接种子对 然后碾压众神 那大家就稍等一下咯 好 消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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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等一下 还在像过一位 昨天看我 似不过去 这就是…… 这就是暖房的 我感觉好像很黏。 那感謝這個喵帕斯的耳末 嗯有的這個都有錄視頻 但是我覺得 不好意思 就是那個藍隊啊其實他們是一隻 算是 東平西丑的 你可以看到那個工程是以前 Onibawa Onibawa是一隻非常非常古早古早的隊伍 就是 可能你都不認識他們對不對 你還記得Onibawa 在QP榜的時代 對對對 然後 Forsaker他也是玩很久的士林 他之前也是帶過好幾隻隊伍 然後像那個 他們的守護之前是 Oops的那隻嗎 是什麼 A...AF對不對 AF 對啊 所以他們是來自很多隊伍 OK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雙方開場的一個戰術不緊 這個 藍隊的守護 跟 紅隊的遊俠戰士 跟盜賊 是 就是 插身而過啊 但是這個守護有發現他們的存在 所以 跟過來了 我覺得好像是 Kens Carl的寵物暴露的行蹤 他剛剛一開始探的時候好像沒有探 Kens Carl的寵物 暴露的那個守護一下 結果盜賊直接被秒在點上 他這邊嘗試再救 但是應該是救不起來 這邊一個瞬移瞬道的旁邊 我覺得現在面對這種 Heavy Condition 的組合了 盜賊真的是 想要活都很難 真的 嗯 我覺得 隨便進場一波 身上就掛一整排症狀 然後你就得 得縮起來 或者是 得躺地板 對 那他們試圖撤退 結果這個 遊俠剛剛是 被 工程師用板手 拉了回來 所以說他現在處境有點艱難 可以看到他被 三個人在持續追擊當中 這邊用劍二兩段試圖脫離 而且放下一個這個 陷阱啊 就是 也不是陷阱啊 就是這個 要怎麼講 就是緩速的一個東西 然後 並且 就是 可以解身上的症狀 這樣子 所以他剛剛就是稍微 脫離一下 然後但是他在 隱身狀態下是 倒在了這邊 然後並且這邊可以看到 盜賊在持續追擊這個死靈 這死靈很有可能被他殺掉 因為血量有點慘 這邊是開了一個這個瘟疫 所以打算要把游侠終結掉 而且成功的終結到了 而且這個 盜賊他在追擊的過程中 後面多了很多敵方的人啊 對 被那個 戰士給 控場了幾波 但是他依舊這個殘血 成功的 逃離 然後變成交了一個補血 這邊 這邊馬上脫離正 脫離這個戰鬥了 那再來 這個 工程師他是 就是殘血想要逃掉啊 這邊 交了一個補血 然後並且 往後丟死手雷 也有直接來攻擊一個敵人 那 這個 盜賊然然在持續追擊他 看起來要把他殺了 剛剛開出一個格檔 這邊盜賊用了一個隱身 隱身搭配這個短攻衣 可以有一個定身的效果 直接把他定住之後把他殺了 中場的死靈是被殺掉 並且被成功終結掉了 然後並且元素這邊顯量有點低 是 交出了一個補血 然後並且在點上 用一些控場技能 這邊切到一個封血條 然後並且切了一個水 稍微補回來了 沒一塊聲音 其實這個POSE就是紅隊的這個死靈 他的 帶的通用技能跟現在比較流行的死靈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現在 比較流行的死靈 通常都會帶上至少一個瞬移技 就是至少會帶鬼部或者是瞬移蟲 然後大部分的人甚至都帶上兩個 結果他一個都沒有帶 就是說 當他被戰士 對面的戰士 和元素硬貼的時候 還好的是對面沒有賊 如果對面有賊的話 我覺得他這樣帶真的是 會一直死一直死 很需要隊友去保他 那他這樣的帶法就是 他可能 傷害可以更高 因為他帶了一個 他那個文章是把自己身上的症狀轉過去 所以他是面對對方的這個高症狀職業 就是因為對面有工程加死靈 兩個症狀職業 所以他可以把自己 你看他現在開了一個文章 然後把自己身上的症狀轉出去 他可能是想要這樣子去克制對方 包括他的這個 他帶的那個法匙 也是把症狀轉換為爭議的 對 就是把自己跟隊友的這個症狀 所以說可以放在點上來幫助團隊 所以他的帶法是想要對於 對面的這些症狀職業 做一個反制的效果 但是他相對的是 他的機動性以及他的自保能力 會相對的薄弱 就是他如果被對面的戰士硬貼的話 很需要他的守護隊友去 或者是其他人去保護他 對 結果這邊反而現在是這個 藍隊領先 然後並且這個盜賊也是 身上症狀很多隱身倒在的旁邊 然後變成嘗試自救 那並且這邊這個死靈也是被抓的 蠻慘的生命之力消耗要光了 然後嘗試再救這個盜賊 但是可以看到他們的這個 AOE傷害是非常高的 所以說還是被終結掉了 那並且死靈的這個瘟疫還在喔 等一下可以 也可以開瘟疫來支撐 不過敵人是選擇 就是要撤離這個地方 那他們工程師是倒在旁邊 並且成功被終結掉 這個死靈剛剛開出了一個瘟疫啊 所以說目前大家是 往中場來做移動當中 這個戰士跟元素 就是還有遊俠他們在這邊二打一的一個狀況 那可以看到這個元素就很傷 他沒有招之後被連控一撲 就是準備燈死了 那他現在身上也是很多症狀啊 然後可以看到他直接用了這個法裝飾 法裝飾可以把症狀給打回去啊 對這邊嘗試在救還是被擦掉了 現在分數兩邊其實非常的接近 然後並且工程師在這邊一隻對著這個 範圍丟著手雷 然後但是他的隊友這邊也是準備要被擦掉 剛剛用那個迷霧閃開了一下 再來是點上的戰士也是有點視為啊 這邊被兩個人打的滿慘的 然後身上的中毒效果是消掉了 但是還是被一個定身這邊被爆發啦 因為一個大槌F1試圖想要消症狀 但是沒有消到這邊倒地了 但是旁邊有人很快在救 成功的救火了 然後並且這個紅隊就是原本是佔據著 就是兩邊現在是都是佔據著各方的一個加點 對所以說這個藍隊目前還是一個小福德分數上的領先 但他們終點這一波應該是會輸掉 紅隊應該是可以拿回終點的控制權 但是加點被開啊 對 所以一來一往好像也沒有太賺 對阿 那這邊他們是選擇 這個遊俠是過去回防了 但是這個點是已經被踩下來了 所以現在就是2比1個點的關系 然後並且倒者也是過來幫忙 那既然這個點踩下來以後 等一下藍隊的人重生以後 應該是會猛攻這個點 現在可以看到他們一直往這邊做移動當中 而且目前來講就是 紅隊的人員調度上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的守護被留在中間了 也就是說等一下藍隊的守護復活以後 你可以看到他應該會直接往原點移動 那這樣子的話在原點的戰鬥就是 一邊有守護一邊沒有守護 對於紅隊來講就會比較吃力一點 雖然說那是他們的加點 所以他們可以比較快的補人 對 但是假設他們在這個點上就是 我們剛剛好像有一場比賽也是這樣看 就是在這個點上一直打 然後雖然一直有擊殺 可是這個點一直是對面的 這樣分數越來越卡 那 感覺 有點會像剛剛那樣子 因為這個點目前是藍隊的 紅隊可能也沒有辦法 一時半顆之間可能也沒有辦法 直接把優勢打出來 所以藍隊應該可以靠這個點 拉蠻多分數的 現在已經領先大概快要 已經50分超過了 51分 對然後並且這個 紅隊的盜賊已經是倒地了 然後並且戰士也是血很低 被擊殺在這個點外面 那守護場是在救是成功的 把他救活了 不過他們變成這一點 就是讓他們死了兩個人 然後並且 戰士也是 狀態也看起來很差 那他們現在就是 往中場來做移動來做回防 但是這個邊點是 被紅隊的遊俠就是 開 正在開 但是有可能會開不掉 這個戰士現在是過來做防守當中 看起來應該是來不及 這個還差兩格 對 那並且 這個 死靈也是剛重生喔 那戰士也是 跟盜賊也是趕往這個點 那並且盜賊現在是在 緊盯著追方的這個 你剛剛原本是盯著對方的死靈那 但是他現在是決定要去 這一波調度 我覺得Cockridge有點奇怪 他們是想要 讓那個戰士當一個耳 因為戰士 Supfer一定會送來這邊的 然後現在守護才要往這邊趕 我覺得太慢了 而且這樣子終點會空的 這樣子 如果戰士往中間 逼的話 守護又得回去 對 我覺得那個剛才的戰士是一個耳 他們是死靈家 他盜賊回去 加點把 你給元素殺了 然後就要看這一波 終點應該會暫時是一個 4打3 甚至是4打2的戰鬥 喔不止喔 可能不止 因為尤俠死掉了是不是 尤俠被自己大贏救起來 哇這個 Kescar果然是我認真過的 歐服頂尤俠阿 可是他這邊還是被打很慘 不過隊友趕過來就支援了 目前雖然說 紅隊落後將近100分 但是其實他們有一個 還是能夠 還是能夠逆轉 因為他們只要收掉這個 現在盜賊 紅隊盜賊在打這個 BOSS 可以直接加25分 不過他們的守護石在終點上 這樣就有點懸了 這樣有點懸 對這邊可以看到 藍隊是三個人 然後現在紅隊只剩下一個 而且終點被開白 那個POSE有沒有瘟疫阿 沒有瘟疫 哇這樣有點懸 對他可能支撐不了太久 那盜賊也是趕快就支援了 可是盜賊其實也是 沒辦法採在點上 這一波的關鍵點是SUPER 就是現在往遠點移動的這個戰士 他有沒有要上遠點 沒有他決定去補終點阿 這我覺得他補終點也補不出結果 補終點也補不出結果 哇結果Kenscold把那個人擦掉了 你有看到阿 有 那個POSE直接Ready跳起來 哇這有點關鍵 只是現在分差 這個分差 我覺得可能會需要開白 沒有不是可能 是必須要開白 原點 就是現在藍隊唯一的那個點 如果不開白的話 其實 就算 紅隊在中間打贏了 時間也來不及了 那死靈他是決定 直接回去做防守 就是要打保守 看一下盜賊有沒有機會開白 但是應該沒有機會 他血超少 臉上有人在防守阿 一進去大概就要死 沒有 一進去看到有人趕快逃出來 直接叫呼吸 還有一個 這個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不太可能 我覺得不太可能 可能要1比1 要1比1 對這邊盜賊身上很多症狀 交出一個暗影蔽護手的隱身 並且在裡面補血 利用換武器中斷補血動畫 然後使得自己不會滾出暗影蔽護手的範圍 他這邊繼續回到點上來打 但是其實他的血量很低 身上還有5層的流血在跳 這邊直接跳在 死靈直接開了溫暉蔽喔 其實他 這個觀念也很好 就是他知道他不能離開這個點 他們只要守這個點就會贏 欸 結果我又忘記開鏡才了 你累了啦 大家都聽得出來 有嗎 哈哈 恩恩 這個大家早安 這個我們現在 很明顯的聽得出來 我們現在收看的是一個傳奇杯的比賽喔 大家提起精神來 那剛剛是由這個 藍隊是取得了 一勝 所以說我們這邊現在是一個 1比1平手的狀況 那我們等一下要打一個第三戰囉 對 這邊我們記得開始竟踩 有嗎 好 很好的 在馬they 鑫 現在 ahead 这个还没哦 现在是要打一个第三战 因为他们刚刚那个比赛是一个BO3 就是三战两胜 那并且两边队伍是各取得一胜 所以现在是要打一个决胜局的一个状况 嗯 那个大家如果不太清楚这个游戏 因为这个PVP可能我们在这边解说这个比赛 可能大家会比较不清楚一点 就是记得订阅一下 这个右上角订阅我们每天会来给大家做直播这样子 对 要打第三战 快看那只狗 这只狗是一只渡冰狗啊 这我现在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得很仔细 好这个角度不错 这边非常谢谢大家就是 从好像有很多朋友是从10点就跟我们一起看到现在 非常谢谢你们真的 对 对也是感谢大家的礼物什么的 这个是小黄吗 OK这个角度让它看起来非常的威武 不行它跑掉了 对这边也是对真的很感谢大家的陪伴喔 对这边也是对真的很感谢大家的陪伴喔 在半夜的时候 那这个五月的时候应该就不会有人来看了 就是郭富开服再加上那个时间真的是很惨喔 就是 凌晨四点开始 对 有啦早起的人可以看到 你们可以睡醒之后来看 因为照这个今天的转播的时间大概也是 那天凌晨四点播大概又播到 大概六个小时 十点 差不多吧 嗯 对啊 对啊 所以早上睡醒可以来看 那我们因为是那个A4官方授权的主播 所以说 我们也没办法因为说我们玩国服 就不来播这个比赛 所以说 我们五月还是会来进行这个 就是 传奇杯的美服赛事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会都有录视频 大家到时候都是可以到我们的优酷站去看视频这样子 对啊 最终的差点 最终的差点 最终的手段 OK 这边第三场比赛要开始咯 我们来看一下身份开场的一个战士布局 其实我想问问小空觉得谁会赢 我不只这样 你已经累了 诶 他们这场没有要打是不是 有人說他不小心按到了瑞迪 然後說要重來 這 他們要重來 好吧 大家就不好意思這個比賽要重新開始 好 住在你的目標 掌握他們 掌握他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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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開放但是他高等地區還沒開放當中 那其實他之後會慢慢開放 那等到那個大服務器開放之後 你的每一個PVE的那個服務器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說就不用像現在這樣訪客那麼麻煩了 回到比賽中講的話就是 那個紅隊的隊長SUPER他是換了一個角色 那並且他的價點也不一樣 他現在是輔 劍 長弓 對就是也是 好M流啊 單挑型的戰士 就不是大水長弓 大水長弓單挑上其實威力還是不錯 但是其實他比較偏向團戰 他單挑其實蠻多職業可以把大水長弓玩死 那輔劍長弓的話單挑會更強一些 可是他的項鍊他不是帶那種 就是對他帶的是一個偏質料的一個項鍊 然後並且特性也是改成20606 然後他們是三個人開架 兩邊都是三個人開架喔 然後並且這邊元素好像要來直衝對面點 但是看到有人這邊還會不會過來 看到兩個人就一定不會過去 他直接撤了 中場的這個遊俠 就是目前被起火當中喔 然後並且死靈也是他的這個生命之力 也是沒有很多的一個狀況 剛剛放了一個傳染 不過沒有傳到什麼重要的症狀 可以看到他是把那個就是症狀上到狗身上 對因為狗是沒有辦法吸症狀 而且會幫... 就是... 不是啦 應該是狗沒有辦法解症狀 而且會把主人的症狀吸過來 就可以趁機利用傳染把它傳出去這樣子 對 然後Posey這邊血量很低 身上很多症狀 他直接進入個倒地狀態 而且他死的位置很差啊 這個死的位置可能有點難救 的確是救不起來 對 然後並且這個工程師血量也是有點低 但是... 他也是稍微抬了一點起來 並且守護... 守護這邊狀態很差 剛剛他交出一個精英技能無敵 然後並且... 就是... 持續在... 搬滾閃遭 但是身上有個中毒 所以說血量有點抬不起來 而且他沒有帶錘子喔 這個拳杖其實... 自保能力是比較差一點的喔 有啊 他有帶錘子啊 蛤...他帶拳杖啊 喔他上一場是雙單手 他這場換法杖啊 對 然後... 元素這邊是進入一個倒地的 旁邊隊友很多 應該是可以救起來 對 然後這邊守護他 症狀還是很多 稍微交了一個補血 然後並且持續還是有人在鎖定他 變成被一個元素翻倒 這邊看起來要死啊 是即時用了這個... 就是... 戰吼技能把症狀解掉 但是這邊身上還是有喔 所以說... 在持續對於他的屍體來進行一個 倒地的壓制 然後並且一個這個... 傳染傳下去囉 可以看到... 他們全部的人身上超多症狀 而且很多這個折磨流血之類的 不過由於這個工程師被終結掉 所以使得他們的人跳了起來 反而是這個... 看起來瀕臨崩煌的一個狀況 對... 而且在剛剛在... 中間激戰的時候 其實... 那個Super就已經趁機去把... 邊點給開下來 所以... 那時候... 紅隊就已經有兩個邊點 滿... 長一段時間了 然後... 藍隊又沒有在中間... 應該是要打出優勢的 結果又沒有打出優勢 所以... 這樣子的話... 導致現在分數已經落後來到100分 對... 而且他們就是在中場獲勝之後 就是... 來壓制這個... 原點 欸...抱歉這個不是原點 只是他們... 自己加點 就是... 敵人在... 滅團之後是選擇來衝這個... 來衝紅隊的加點 這樣子 然後... 這個... 暫時現在身上症狀很多 所以說有可能會直接... 倒在這邊 倒在了點上 旁邊都是敵人 所以說是直接被終結掉了 然後... 並且點上還有一個... 這個... 還有一個... 這個... 守護站 然後這個點是已經被紅隊給站下來了 並且他們現在是在往中場做移動當中 中場目前就是這個... 就是工程師跟守護站單挑啊 那... 一時半刻也是打不完 然後... 並且紅隊的成員也是過來做支援 那Posey在這邊 他生命自己是差不多消耗光了 然後... 面對對方的這個元素啊 那元素是過來打算要來集火這個... 這個...守護 那... 並且遊俠他這邊狀態也很差 所以他是決定這個... 繞一個後場來撤退 那... 你記不記得這個... 紅隊... 啊... 藍隊... 這個... 他們在上一輪... 遇到這個... Made in meta的時候 他們在這張圖也是輸的 嗯... 原因在於... 雖然說他們的... 整個範圍傷害很猛 但是他們... 如果一旦終點... 終點掉了... 他們沒有辦法... 組織一波... 比如說比較... 隱蔽的攻勢... 然後... 去強行去... 打穿一個突破口 嗯... 那這場好像... 感覺有點重演剛才的情況 就是... 終點掉了之後... 他們要想要打邊點... 這個... 動向都會被... 紅隊所掌握住喔... 然後... 加上這個... 終點又比較大... 所以他們的AE傷害... 有時候會比較... 難發揮出來啦... 雖然說... 死影是... 帶傳染... 嗯... 那這邊... 可以看到... 藍隊他們... 就是... 又再度... 要被滅團了... 所以... 這一場... 可能... 分數會... 蠻壓制的... 雖然說... 前面打了一個... 1比1的平手... 那這邊... 來到中場... 做支援... 並且... 利用... 瞬移... 想要瞬上去... 結果... 沒有瞬上去啦... 所以說... 回到中場... 來... 打這個戰士... 然後... 三個人... 在集火當中... 戰士是... 把通路器人... 都開掉了... 並且... 有工程師... 在高台上... 利用手雷... 在點上... 做壓制喔... 然後... 在旁邊... 放下一個... 暗影幣... 或是一個隱身... 並且... 有一個死靈... 在旁邊... 這邊... 中場... 目前... 還是... 站不下來的... 並且... 剛剛... 盜賊... 被大家... 集火有點危險... 這邊倒地了... 隊友嘗試... 再救他... 也是成功... 把他救火... 並且... 補血也是... CD好了... 這邊... 兩邊分數... 已經... 差了... 200多分了... 要追分... 其實還蠻困難的... 尤其是這個... 旁邊的邊點... 又是被開掉了... 可以... 避免這種情況... 因為兩輪都是... 在敗在這張地圖喔... 那... 對... 那... 中場的這個... 死靈靈倒地... 嘗試在做... 倒地壓制... 但是被一個... 大旗給救火... 並且... Porsy也是... 倒啦... 倒在這個... 邊點的位置... 這是一個... 2v2的會戰... 他這邊嘗試在救... 但是救不起來... 所以說... 應該是要被成功... 中間掉了... 那個... 元素開了一個... 迷霧把他擦掉... 那這邊變成... 這個戰士在這邊... 一打二... 也是非常危險喔... 但是這個點... 是已經... 開白開了很久... 所以說也是... 有一個... 就是... 很久的時間啦... 給大家... 拉分數喔... 那目前三個點... 都是一個... 交戰狀態... 中場這邊... 倒賊就是... 一直利用短攻來... 在外圍輸出時候... 再找機會... 切一個... 近戰過來... 對... 那身上現在滿多症狀的... 消不掉... 交出一個補血... 血量抬不起來... 因為有中毒... 那這邊就是... 來到一個比較遠的地方... 利用這個短攻武... 進行衛影... 那... 並且中場這邊... 守護是在... 一打二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也是... 有點難受啊... 那... 隊友剛剛是... 繞了一圈這邊... 準備回來支援了... 那可以看到他... 就直接這個... 進場... 那死靈就... 開出了一個瘟疫啊... 他血量現在... 剩下滿低的一個狀況... 那不過旁邊還是... 有... 隊友在耶... 所以說這邊... 守護是先倒地的... 那嘗試再救他... 但是... 盜賊太脆了... 也是沒有辦法救... 這邊是被... 這個... 大鱗... 是被大鱗嗎... 對... 然後... 站來... 是這個... 中場... 現在目前還沒有辦法站下來... 但是邊點是有一個是... 被紅隊給站來的... 那並且這個... 戰士在這邊... 二打一... 所以說應該等一下就... 對... 這邊也是站下來了... 那這邊兩個邊點... 一直拉分中場... 一直持續... 開白的狀況... 也是... 對藍隊非常的難受啊... 這邊Porsi... 被一個大鎚... 連控了好多下... 但是他切了一個... 死目形態... 所以說剛剛被打消耗的... 都是一個生命之力... 沒有什麼關係... 那邊點隊友... 也是趕過來做支援... 他剛剛也是... 身上的症狀... 全部都打回去... 在戰士身上喔... 就利用這個9號技能... 他並且補血也是CD好... 這邊這個戰士隨時要倒... OK... 倒了之後就可以來把這個點給拿下來... 那並且紅隊的分數是已經很接近... 500分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個... Carkresh他們那個... X旗的... 動畫... 動作... 那是那個獎杯X旗... 這個全世界只有... 他們這支隊伍的... 隊員贏喔... 因為那是他們那時候... PEX啦... 世界冠軍... 然後... Acer為他們製作的一個X旗動作... 他們是金的... 然後那個... K的他們是贏的... 就是... 經營各五個這樣子... 然後... 並且... 這個... 邊點這個... 元素剛剛被一個定身定住啊... 那現在跟... 戰士在這邊... 欸 抱歉... 是跟那個守護在這邊一打一... 但是... 守護... 也知道他的... 防禦技能還蠻多的... 所以說應該是不會被... 這個... 元素一個人所... 單殺這樣子... 那中場的死靈是已經倒了喔... 在嘗試再救... 也就是... 成功把他救起來... 但身上很多症狀的補血還在CD... 這邊剛剛利用法杖士把... 那個症狀打了回去... 但是被一個定身定住... 切到一個死目形態... 但是... 這個... 補血... 成功把血量抬起來啦... 而且他們其實是在2打1... 所以說... 他把血量抬起來之後... 這個... 不一定是... 會被殺掉... 因為他是可以選擇... 就是... 稍微... 後退脫離一下... 對... 但是他現在其實... 這個... 生命之力也是累積蠻多... 所以他是直接要過來打一波... 但是其實他身上有個燃燒... 對... 那中場要被藍隊所佔領下來了... 那並且這個... 戰士跟... 就兩個戰士在這邊... 單... 挑... 結果這個... 可以看到... 這個混傷戰士是贏啦... 就直接把那個戰士給打死了... 然後... 他這邊... 把他終結掉了... 然後... 並且... 有人喊出了GG... 然後這邊也是... 就是恭喜這個紅隊喔... 紅隊是取得了這個... 晉級... 對... 不是... 可能... 呃... 超過左... 對...